同時也擠出了168號 這個球帶起來在左外野方向 來看一下距離都不夠遠了 沒有問題 射上了看海 全力打 這兩個東西 過了 這個應該過了 左外野方向看起來 藍場的雙翔環不是問題了 幾乎要擺到最後一排 三根打點的全力打 其實 賽前就是有跟 打球隊跟我們講一些東西 他希望我們 就是今天這場比賽 在盡量去徹底執行 對 那 當然就是 現在看 今天這樣後面看結果是不錯 就是現在一場比賽在加油 第一次幾乎是跪著 跪著打 是跪著嗎 我沒有什麼印象 我覺得是很低 我只把他順勢帶起來這樣子 對啊 是打到當下就覺得 也好像會飛很遠 對 就全力打這樣 對啊 不是特別高 但是他放整個延伸 釋放的力量還是在的 那這個力量真的是天生神力 應該不是說力量回來 其實覺得就是一直 身體都一直有力量 只是 過去就是不知道說為什麼 就是 可能力量死不出來 可能被 身體的 關節活動都沒有像 以往這麼好 像在巔峰時期也是這麼好 所以 有些角度可能 當下在用力的時候可能會卡住 對啊 那去年之後就是有 有通過一些訓練檢測 然後讓自己知道說 自己目前是缺少什麼東西 那我需要補強還是什麼 所以 從今年到目前為止的那種感覺 你有沒有覺得是 是可能以前 好的時候的那種感覺 嗯 我是覺得還不錯 如果跟以前最好的時候比 可能還差一點 對啊 因為畢竟其實年齡還是有差 就是 我不會想說追求 所以要回到跟過去一樣 所以我現在蠻享受到 當下這種感覺 就是 因為 不知道會不會是最後一點 當選手 對啊 所以就是 我覺得在球場上面 就是盡量享受在 比賽的當下這樣 對啊 團隊本季第一次 你要說江少慶本季 第一次遭遇 加一個面華球進來 可以啦 其實身體狀態 狀態都是不錯的嘛 對啊 然後就一球一球的 面對大家這樣子 大家有在討論到 其實是 金面賽這東西 那件事情 但目前你 開季這兩場比賽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 其實沒有受到太大的一次性 那目前來講 因為才剛開季嘛 所以就比較多 在聆聽自己的身體的狀態啦 因為接下來 還有更多比賽 我也不知道會 會有什麼變化 所以就是專注在每一顆球上這樣子 那今天獲得非常多 沒有球員 好不好 其實不會幫球隊打了兩顆球大 而且團體運動 尤其是棒球嘛 就是做好自己分內工作 相信今天打者也是很多好的表現 然後自己也蠻努力的 然後就是完全每一局這樣 所以有今天號的表現這樣子 大家都說回村 回光返照啦 回光返照啦 回回村啦 回光返照啦 要爭取東山再起這樣 不要不要 拜託 再拿就要退休了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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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光返照啦 回光返照啦 回光返照啦